凉拌菜放蚝油 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 妈 豆豆忙一天了 回家还得做饭 您在家啥也不干吃现成呢 就少说两句吧 怎么 做饭不行 还不让说呀 妈 我也觉得我做的饭不行 你看 这我也不是在你们家长大的 这饭菜怎么做 都不符合您的胃口 妈 要不以后这饭 您来做 我做就我做 我不做 你想得美 你们现在这些儿媳妇 都金贵得很 我才不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妈 您放心 我没您金贵 这饭啊 您怎么做 我怎么吃 绝不抱怨老嫂 我保证 这可是你说的 吃啊 怎么不吃啊 妈 我早上特意嘱咐您 豆豆不吃辣 您是故意的吧 辣吗 我吃的一点都不辣 辣点好 多吃辣对身体好 老婆走 咱们出去吃了 你们 自己吃吧 自己吃就自己吃 吃 你能吃辣 去让我告诉咱爸 你不吃辣 就是想看看 他会不会针对你是吗 老公 这婆媳矛盾是亘古难题 婆媳闹矛盾 你总是站在儿媳妇这边 婆婆肯定心里不好受啊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让你配合我演场戏的 让咱妈好好发泄发泄 然后好好做饭 这下不用想了 做顿饭有这么麻烦吗 你懂什么 赶紧回去吧 我这一身的火锅味还得洗衣服呢 要不然被妈发现 又该找麻烦了 妈 你还真没做饭啊 嗯 我不饿 你们想吃什么 自己做吧 我说什么来着 听我的准没错 买烧好了 哦 不好意思啊妈 知道您不饿 就没有买您的 我也没想要吃 老公 咱给你吃烧烤吧 一会儿羊了 去 嗯 太好吃了 你来尝尝这个 尝尝这个 好吃吧 就是好吃 这俩人属猪的 这么多烧烤 全吃完了 一点都没给我留 哎呀 妈 你好了没啊 快迟到了 马上马上 你再快点 不行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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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又来了 哎呀 出去出去 你出去上压去 去去去去 哎呀 妈 你快点 要不然我上班也迟到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拜托 你能不能不要催了 我都说了 发了工资会跟你说的嘛 怎么了妈妈 你有困难跟我说 不要跟别人借钱 哎呀 不是我找别人借钱 是别人找我借钱 我都委婉拒绝他了 他还一直找我 你这样委婉拒绝 在他看来 他就是只要努力一下 就有机会了 能不追着你问吗 都是同学 这不太好吧 你现在不拒绝他 到时候尴尬的就是你自己 逗逗 大姨想给你借五十万 给你表弟买个婚房 大姨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老家一套房子也就四五十万了 我是攒了点钱 那不是拿去给你表弟做生意了吗 咱们可是一家人啊 你可一定的帮帮你表弟啊 啊 这太过分了吧 这有什么 还要比这更过分的呢 逗逗 我最近发现一个理财项目特别好 借我点钱用用呗 理财是好事啊 那你到时候能分我多少 什么分你多少 你的钱闲着也是闲着 我拿去投资赚点小钱怎么了 再说了 我一年之后就还给你了 你也不损失什么呀 你可一定的帮帮你表弟啊 大姨 这钱我有 但是我不借 好你个杨豆豆 为父不忍说的就是你啊 我知道你也得没我这个大姨 我们家也没你这样的亲戚 豆豆 你怎么越有钱越扣呀 你拿我的钱去赚钱 我还扣 那我把钱放银行是利息不香吗 为什么要借给你 我看你啊也别叫白晶晶了 干脆叫白嫖吧 你 你真把他名字改成白嫖了呀 这种人脸皮也太厚了吧 这种人呐 就是借着亲戚朋友同学的名义 道德绑架你 你不拒绝他呢 以后你就要拒绝他无数次 就像我身上这件不合身的衣服一样 在这里我只需要拒绝他一次 但是如果我把他带回家 放进衣柜 我就要拒绝他无数次 对 我就是不借 你爱找谁借 找谁借 呀 豆豆 这是你新买的车呀 嗯 那以后上班 是不是就可以坐你的车了呀 嗯 嗯 我们好像不顺路吧 哎呀 豆豆 你是不是知道我们家那边打车有多难 你每天都得早早的起床 都是同事帮帮忙嘛 求求你了 豆豆 好吧 好吧 明天记得早点来接我啊 别打了 来了 来了来了 现在是早高峰 能不能麻烦你 哎呀 都怪我妈非让我把早饭给吃完了 那你好歹接个电话呀 哎呀 我这不是怕你生气嘛 早上的事不好意思啊 请你喝奶茶 我这两天不能喝两个 啊 不好意思啊 我给忘记了 下次 下次请你喝热的 算了 都是小事 没生气 我就知道你不会生气 那等一下啊 顺便帮我接一下男朋友吧 哎呀 就是顺路的事儿 都是朋友 这点小忙都不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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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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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停停停停停 你们怎么这么慢呢 我都等半个小时了 来 你站在吃豆腐 哎呀 豆豆是新手 你就体谅一下他们 喝杯冰奶茶 消消气 哎 赶紧走啊 电影马上开始了 哎呀 妈 我这刚买了车 现在九五的油都十块钱了 你闺女连饭都吃不上了 哪还有钱往老家盖房子呀 我这刚到这儿没什么朋友 十几万 你让我找谁借去啊 啊 行行行 我想想办法吧 豆豆 我今天有事儿 你先走吧 我不坐你车了啊 哎 好了呗 走啊 那个豆豆 我想了想啊 我们平时也不顺路 总是让你接送我确实挺麻烦的 以后我还是自己打车吧 妈妈 你说什么呢 打车多贵呀 浪费那钱干什么 我们是同事 互相帮忙不是应该的吗 别让你男朋友着急了 赶走吧 不用不用 妈妈 我们是好朋友 好姐妹 不要跟我客气 哎呀 真不用 我们还是自己走完 蹭这么久的车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先走了啊 就 哎呀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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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